就是這些謠言這些潑糞 潑髒水 他的來源 是什麼 就是大概有幾個 那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講到的 就是當時的美國 駐台北領事館 葛超子 副領事 葛超子就是來自他 當然也不只是他 因為我們後來看到 不是上次我們節目裡面 其實有講到 就是後來 就是美國 駐台北領事館 他們有新聞處 這個新聞處裡面 有就是當時在228裡面 就是發布很多的 就是新聞操作 不時消息的這些人 後來都被免職了 那當然就是 這個葛超子 葛超子 George Kerr 他也被 這個召回 召回南京大使館 就是不在台灣的 當時 好 那這很多說法 其實他後來 寫了一篇 寫了一本 很著名的書 叫做 就是這本書 就是 For most of the trade 就是 被出賣的台灣 這本書裡面 就是裡面 那我自己看了這本書 就是有很多 各位 各位這本書 就是我還是秉持那個 立場 就是說 什麼樣的書 都可以看 但是 要學會怎麼樣去 就是 就是去 質疑他 這本書 那我跟各位講說 這本書 裡面本身就有很多很多 立場很鮮明 然後 也沒有經過查證的一些資訊 包括像 這本書裡面 你看 就是 我就 各位不用看了 我只是 秀出來說 有這麼一段 就是 他裡面就講到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 長官公署的 衛生局的局長 叫金利斌 他說 就是他連他基本的 這個 人 人事實地物 基本的人的資料 都可以錯 就是那本書 我們講說 For most of the trade 這個 被出賣的台灣 它的裡面的錯誤 是很多的 然後 如果你看中文版的話 那就更糟糕 早期的中文版 後來的好一點 好一點 但是 早期的中文版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就是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翻譯不但錯誤 而且 本身他就已經很有立場了 然後他又 翻譯的人又把他加油添出 然後很多什麼關鍵的東西 都被他亂 就被他亂翻 翻的就是 你看起來就哇 這個國民政府 國民黨根本就是 大壞蛋 就是 就是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看這個 要非常小心 那我這邊只提一個 就是說 當時就是這些謠言的 很多很多人來源 其實是 這一本書 就叫做 For most of the trade 被出賣的台灣 各位看這本書 非常非常小心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它裡面就講到說 這個 這個 就是 它說 剛剛講的這個抗虐藥物 抗虐級的藥物 然後 它說 當時的金利兵的局長 金利兵局長 阻止 發放 然後直到 你看他說 Kings 就是這個金 金先生 金先生的 successor 就是他的繼任 就是說 他是 衛生局長 對 然後他的下一任 直到他的繼任者 然後才開放 說讓才不去擋這個 聯合國散後救濟總署的 抗虐藥物的發放 然後 台灣的這個 瘧疾才平息下來 這是胡說八道 對不對 在金利兵的任內就已經發放 而且是免費發放 然後在同一個 就是同一本書裡面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Mark Mason 他也把它引用起來 裡面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我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 呃 啊 這邊我好像沒有寫到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在 就是 實際上 在 被出賣的台灣裡面 他是這麼講的 他說 台灣省衛生局長 金利兵博士 以下令地區醫院 每收治五個付費病患 才能夠 收治最多一味的免費病患 他這個什麼意思 他把這個事情 他第一個 他他他他算數不好 數學不好 他講錯了 第二個是他把 明明是一件好事 他把他他把他講的 好像是很壞的事情 實際上 的狀況是像上面這樣子 就是 當時的 分配的藥品 還有 神力 公益醫院 他的他的 這個我們講說 他的政策是什麼 病床五分之一 要完全免費 完全免費的五分之一 然後他是完全寫錯 我們不要看他 就是看上面的 病房 病床 就是如果你是住院的話 五分之一的住院病患 是完全免費的 還有部分免費 還有權額 自費 對不對 有不同的狀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窮人 是不是 然後第二個是 免費的門診是三分之一以上 來看病的免費 免費三分之一以上 這是當時的公益醫院的政策 結果被他講成這樣子 你說我在看的時候我生不生氣 對 然後繼續 現在這種東西 這種說法 這種錯誤的說法 當時由 美國駐台北 領事館的副領事 葛超智 他寫的書裡面 去照的謠 去說的謊 去潑的份 直到現在2020年 還繼續被大家 去傳播 你說我看了 氣不氣 就是 各位可以感覺到 那個我當時在研究這東西的時候 每天都看這東西 然後 哇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那個 負能量很高 就是 各位看了不知道 你生不生氣 但是我看大家好像沒什麼感覺 總之就是 我這邊跟諾威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拉出去講一下一些 一些比較 比較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其實講那東西沒什麼意義 就是那些都破糞 其實你仔細一看就是 不會有一個政府無聊去 無聊去搞這種東西 那 這些 我們想說 就算他是誤解好了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什麼 來的就是說 美國人 因為他的 他的就是 意識形態的關係 他看不懂 什麼叫做公營事業 各位知道公營事業 因為美國他是什麼 他都是私人企業 對不對 自由經濟對不對 可是在當時 像陳怡這樣的人 他們比較左派性格的人 他們認為是什麼 像醫療這種東西 就應該怎麼 醫療啊 交通啊 水利啊 電力啊 這種東西應該什麼 應該要國家 公營事業 把他怎麼樣 把這個公共服務撐起來 對不對 這是當時像陳怡這樣子 他們左派性格很強烈的人 他們共同的想法 可是美國人看不懂 所以像當時陳怡他成立了台灣醫療用品公司 對不對 然後金利斌是這個董事長 在 葛超智這些美國人的眼中 他就覺得你這個是私人企業 你是要什麼 你要去賺老百姓的錢 那其實不是嘛 因為我們講說公營事業 公營事業 這個台灣我們剛講的台灣醫療用品公司 它九成是關股 是省的關股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要 他不是要拿來賺老百姓的錢 這個是 左派的 就是經濟 他們講說公營事業去撐起 公共服務 的一種 就是我們講說不計成本 因為是大家的錢嘛 對不對 不計成本去提供公共服務的一個做法 但是美國人會 美國人或當時的葛超智 他會把它 解釋成說你是要 謀取私利 其實問題的 這個根源是在這裡 然後葛超智他還去質疑 其實他不懂嘛 因為他畢竟他是個軍人 他不是什麼都懂的 他就特別 第一個是他說 金利斌 他說他是這個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學院 就是這個 這個畢業生 然後 在上海開了一個藥店 被陳儀看上 被陳儀看上 來台灣 就控制台灣的醫療用品 這個他書裡面這樣寫 可是實際上金利斌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他的 多麼顯赫的經歷 陳儀把他聘來台灣 當一個小小的 衛生局局長 你看就是 北京大學 北大農學院教授 生物教授 而且他不是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學院 他是法國 各位就是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些往事啊 就是說 就是歐洲的早期 劉歐的 那個醫學 跟劉 就是他們其實很看不起 劉美的 就是 互相之間是有一些 怎麼講 就是 互相看不起啊 然後裡面 當時我看當時的報紙 其實就發生一點 就是這個金利斌 他去聽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外國人 美國人 然後 在演講 發表演說 這樣子 發表醫學演講 然後他就公開講 這個金利斌就公開講 他說 這報紙上有登出來喔 他說 我不知道他 這位教授 這位教授為什麼要 講這些東西 這些 這些不都是嘗試嗎 然後他在這個醫學會議上面 這樣講 浪費大家時間 他這樣講 就是 他很看不起 就是 他很看不起美國訓練出來的 醫生 也不一定是美國啦 就是 可能他只是看不起那位醫生而已 對 但是他這樣子講 他感覺不是很適合當官的一個個性 然後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也對台灣的醫療 我們常常講說 哇 日本醫療多好多好 可是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 其實是很看不起 當時台灣的醫療 他認為台灣的醫療 就是差 歐洲的水準 差 差的太多 有很多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就是當時的金利斌 所以他得罪很多人 特別是後來 防疫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 就是在防疫的過程之中 因為他要強硬的執行很多很多的禁令 各位 因為我們都一起度過了 這個COVID-19對不對 的這個疫情的封鎖期間 相信各位一定會知道說 那個疫情期間 很多很多的防疫措施 坦白來講是自己生活造成很多很多的不便 甚至有些人生計都造成影響 當年 肯定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後來就 我們講說黯然下台 就是 持去植物也是 也是不意外 他像他這種個性 好 實際上還有我們剛剛講說 講到那個FOMOSA Betray 對就是葛超智利 他其實不是很懂當時的疫情 所以他就 不能夠理解 他就不能夠理解 金利斌為什麼那麼堅持 盡量不想要用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提供給台灣人民的那個叫做 阿德品 或是虐敵品 這個藥物 拿來治療虐疾 為什麼他不想要用 而且 而是要 這麼樣的把 就是 這麼樣的就是堅持說 我們一定要自治奎妮 奎妮我們都知道是 虐疾的 我們講說標準用藥 為什麼是這樣 其實各位 這樣 這我就找到一篇就是 顧雅文 就是學者顧雅文 就是他是 中研院台詩所 就是 他就 寫到一篇論文裡面 其實就提到 其實當年 也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我們只是 我只是引一個 論文來說明這件事情 就是說 奎妮他雖然說 他的 他的藥效沒有那麼強烈 但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副作用低 我們剛剛講那個 阿特布萊 就是 善後救濟總署免費提供 就是 當然後來也免費發放了對不對 免費提供的這些 這些 抗虐藥物 他其實 他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那 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當時 各位要知道 就是在那個年代 就是 呃 奎妮 也就是治療 這個 瘧疾的標準用藥 他其實在戰爭期間是非常短缺的 因為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 就我們講說 金雞拿對不對 就是那個 樹 樹的生產的地方 是在爪襪 就是現在印尼嘛對不對 然後但是在當時怎麼樣 在戰爭期間 它是沒有辦法出口的 所以各國都有飽受這種 我們講說 瘧疾之苦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科 我們講說醫學家對不對 科學家化學家 他們就去想辦法 要用合成的方式 看能不能製造出來 一種合成藥物 來取代奎妮 後來就有 合成出來這個 阿塔布萊 可是阿塔布萊雖然有效 而且甚至比奎妮更有效 但是他有什麼 他有強烈的副作用 他會讓皮膚變黃 然後還有什麼 甚至嚴重的話 我們現在叫思覺失調 當時叫做什麼 叫做精神分裂 就是有很強烈的副作用 所以當時的我們講說 所有的這個奎妮 或是所有的抗虐藥物都去拿去給誰了 打仗嘛給誰 給軍人 但是軍人怎麼樣 不想吃 不敢不想吃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這是當年美軍的廣告 就是在軍營裡面 就是要大家去吃那個阿塔布萊 如果你不吃的話 就跟上面的那個骷髏頭一樣 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美軍的阿兵哥怎麼樣 還是把他丟掉不吃 為什麼 因為他們怎麼樣 寧願得瘧疾也不願意 去承受那個副作用 各位就知道說當時這個阿塔布萊在 在一般民間的那種 那種大家對於他是很有很有很有疑慮的 所以也包括當時的台灣 我們講說 為什麼當時的衛生局長他那麼堅持 要自行在台灣生產 就是奎你 其實道理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打仗了 打仗是在戰爭結束了 那你回到標準用藥 其實是當時的一個 我們講說一個共識 只是 葛超志不知道 他就亂講 他就覺得說 你一定是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那個那個觀念 對不對 在葛超志的觀念裡面 你用 你用公司 你用企業 去 製造奎泥 這件事情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想要賺錢而已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他很坦白天真 我們講說甚至是幼稚的想法 就是 就是他是這樣講 可是對於當時我們講說 真正想要做點事情的人 甚至我們講說 在戰後的第一時間 其實奎寧的 我們講說奎寧那些 金雞拿樹皮 都還沒有出 沒有辦法出口的 甚至日本 他對外貿易完全中斷 對不對 然後很多就是我們講說 爪哇他們還沒有恢復 這個生產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當時 在台灣自治奎寧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急迫的 就是我們講說有事之事的共識 所以其實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這個我剛講的提到的那篇論文 就是顧雅文 學者顧雅文他的論文裡面 他其實就有提到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其實台灣是有生產 最早期啦 台灣是有生產 這個奎寧 可是到了我們講說 日軍他把東南亞占下來之後 他佔領的那些 我們講說金雞拿的產地 對不對 他就把台灣的這些技術員 都拉到那邊去了 所以台灣這個地方 基本上就荒廢掉 那等到光復之後 像金利賓這樣的人 他要怎麼樣恢復 其實沒有辦法恢復 所以當時還 這個研究裡面 他們就找出了說 當年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找到 我們講說有一個叫做 新營工廠 當時日本在台灣的 就是一些公司 一些藥品公司 製藥公司 然後被接收之後 拿他們的設備去生產 奎寧 可是這個設備原來是生產什麼的 生產海洛因的 就是科卡因 生產海洛因的設備 然後把它改裝 然後來生產奎寧 然後直到什麼 直到就是民國36年5月 也就是228事件 剛結束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才怎麼樣 才台灣才正式的 就是整個 從金雞拿樹皮到奎寧的 整個生產工序 可以在台灣島內完成 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在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被葛超之黑的 一塌糊塗的 那個金利比手上完成的 一個對台灣的瘧疾 台灣的瘧疾的這個治療 有這麼大貢獻的人 然後被一個 一個美國人 然後被台灣的 得獎的 的人講成這樣子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要幫他 說說話 講了那麼多 都是在講 什麼東西不對 其實我 這個我本來想要講另外一個 就是算了 就不講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就是我其實還講到 其實不只是 就是我們講說 台灣史裡面 不只是剛剛講到的 像是葛超志 的一些造謠的一些說法 或者是說後來 陸陸續續的 很多很多的 我們講說一些不正確的說法 也就是在醫療史裡面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這邊 我這邊提到的陳翠玉 就是 我不知道 我還是講一下 就是因為不講 就覺得難過 就覺得都對不起這些仙人 就是說 台灣人就把自己 就是自己的 像這個陳翠玉好了 他其實是我們講說台灣護理師之母 就是他有一個這樣的稱號 他的確是一個就是 很有貢獻 在醫療上很有貢獻的人 可是具體到光復初期 他那個時候官不夠大 他只是就是在當時 他其實只是 衛生局 省衛生局底下的一個祭祀 我們知道祭祀 上面還有祭政 對不對 然後在上面還有 比如說秘書長 還有 就是 局長 對不對 這祭祀其實是 我們講說成小的一個官 可是我們的醫療史裡面 居然把很多很多的 當時的台灣的 很多醫療上面的一些重大事情的貢獻 都說成是他的功勞 然後把真正去主導那些事情的 比如像我剛剛講的金利斌 當時的衛生局長 把它寫成像是吃乾飯的一樣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可以忍受到現在 就是舉這個陳翠玉的例子 我們現在很簡單 從這個答案管理局 對不起 從國師館裡面 就可以調出來當時陳翠玉的履歷表 他的所有的 什麼時間做什麼職位 他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查證 可是大家都沒有去查證 然後裡面 我講說就是剛剛 其實陳翠玉在1945年11月 他就是擔任衛生局的記事 然後1946年的2月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說 剛剛台灣的醫療室 現在把省衛生局 就是去三地 我們現在叫原住民的地方 對不對 當時叫三地流動治療隊 的成立 說是他的功勞 這個我不能忍受啊對不對 因為實際上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查證 當時的 我們就不講金利斌了 金利斌是局長 對 可是真正在第一線去拼搏這件事 這件事情是誰 由流動治療隊的總隊長 是賴來成醫師 他是台灣 台北地大醫專畢業的 然後還有 治療隊的分隊長叫做李春奎醫師 這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你怎麼說是 這個我們講說 剛剛的陳翠玉 他是一個 護士 對當時是台灣的護士之母 對不對 然後1946年的5月 這個時候台灣開始鬧 禍亂了 對 1946年的禍亂大流行 是4月份開始 那5月份他就以健康為由 辭去衛生局的職務 然後8月他去當了這個 就是我們講說 他不再審服務了 他在哪裡服務 他在外國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護士訓練班 他是當主任 這是8月份的事情 然後年底 3D醫療升格為衛生所及防治所 這個時候陳翠玉並不在審 審政府裡面服務嘛 那你怎麼可以說這個 這個就是 3D醫療升格為衛生所 防治所就是 就是把它升格普及化 是他的功勞 不可以這樣說嘛 對不對 然後直到1947年1月 他是什麼 他是審立醫院的 這個護士部的副主任 他也不是主要在 我們講說在 所以就是審 審 就是審政府裡面 去主導這些事情的人 這是個很簡單可以查證的事情 但是 唉 大家就是 不知道 就是這個歷史的事情 就是大家怎麼對歷史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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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標準 拉得這麼的逼 就是 這個 這個都是當年的 報紙 唉 好吧 我們繼續下一個 話題 就是我們今天 的重頭戲 其實從這裡開始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就是說 這就是說 好